那从洞空新建的EDU这个房子是从开始给它立那个Framing开始 通常我们做EDU的第一步是要挖掘地基 然后这个是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做地基 地基做完之后我们会做它的隐蔽工程 特别是它的下水箱 然后下水系统做完之后就是做我们整个的木框架 就能说的Framing 然后做完之后我们会做墙里面的隐蔽工程 水电灵器MEP这些包括它的空调系统 在做完了之后就是整个建筑的 它的外墙保温内墙的保温和热 这些把它做完了之后再次去装修里边 做一些设备的安装 最后就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完整的建筑 那这一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在跑来显示 半年的时间在实地建筑 那这个整个流程中您觉得呢 虽然你已经这个制造过一切多家了 那您觉得最麻烦的或者最不容 最不可抗的一步是哪里呢 其实面对各种问题 其实我们的阿里建筑都积累了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去解决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最不可控的因素呢 通常还是在这个地形方面 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大的地 它其实呢是坡地 那它对于ADU的建设呢 主要是在成本上 它非常的这个就是可能成本很高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很有可能在规划上 比如说像丹梦伴 它本身处在的一个像丹梦伴区的Hills 它这三区的地质结构本身不太稳定 所以市政府太提倡您去这个就是坡地上去建房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 加上一个问题 这个ADU怎么是保险呢 OKADU的保险呢 它通常情况下它和我们房子买保险是一样的 ADU呢 它一般不会去单独的去买一个保险 它会就是说跟我们的主屋 它是一个保险是在一起的 它只会增加你的面积 就是你购买保险的 你增加一个面积 然后呢它是cover 完全是cover在一起的 像我们的客户 他们在房子建议的时候 他们只要把我们的居住序负证 或者是我们的检查的那个房卡 它有final inspection 提交给外公司 通常情况下 它就可以把它的ADU cover到整个保险的东西 然后一个有点跳脱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ADU的种类和它的license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聊到像那个ADU 有抑制ADU 还有这些ADU 这些不同种类的ADU 他们要求的license 都能一样吗 是这样的 就是加州对于建筑 特别是永久建筑的要求 在法规上实际上是一致的 只是你新建的 它的过程可能有一些不同而已 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的玉子房 玉子房呢 它很多的检查 它可能在工厂里面进行自检抽检 它到现场就不需要逐步的去做检查 但是房子建好之后 它整个的功能的检查还是一样的 那我们传统的现场建房的标准 它跟我们新建一个Sungle Family的整个的 检查的标准和过程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谢谢大家